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0号的这次钓鱼活动已经是几年来的第八次了 那真的就让他们这样钓下去吗 那可真成了江泰公钓鱼了 绝对是使不得的 那么在中国的航天视野来说 没有女性的天空 那注定是一个不完整的天空 那么此次半变天要升空了 好 我们言归正传 加油日本全国行动委员会 是日本的一个右翼政治团体 那么他的会长还曾担任过日本航空自卫队的司令官 所以这么一位会长 这样一个组织 如果去组织这个钓鱼比赛 是有点显得不伦不类 要么纯就是业余爱好 亦或是为了某种情趣 全部是 他们是相装武剑 那从去年五月起就组织过七次的钓鱼活动 10号是第八次 他们耍剑的地方是中国的钓鱼岛 日本众议院11号 首次就东京都政府购买钓鱼岛问题举行公开听证会 提出购买钓鱼岛的东京都知事石渊胜太郎 敦促日本政府接手购买钓鱼岛 同场出席的还有冲绳石渊市长中山易龙 他表示有必要在岛上兴建灯塔和港口 以行使实质控制权 另外日本多名国会议员 连同保守派团体周日在钓鱼岛附近举行所谓的钓鱼大会 借此宣示主权 针对日本近期不断的小动作 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刘卫明新奇一回应称 日本当方面的行动是非法和无效的 中方要求日方停止闹剧 以实际行动来维护中日关系大局 中日两国政府11号在东京近郊 举行副部长及战略对话 中国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张志军 在对话结束后接受凤凰卫视独家访问时表示 双方在对话中谈及钓鱼岛问题 中日应该妥善处理这些突出的问题 双方应该牢牢地把握两国关系的正确发展方向 并妥善地处理好两国关系中 突出一些现存的一些突出的一些问题 多做有利于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事 而不做损害两国关系政治基础和互信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 但两国关系却仿佛进入多事之秋 能否将摩擦转化成谈判中的契机 考验双方领导层的智慧 所以你看牢牢把握 妥善处理多做少做 这已经算苦口婆心一种规劝了 那么日本中越跨党派国会议员和部分的民间团体 10号就以视察为由 乘传到钓鱼岛周围去钓鱼 对此台湾市外部门11号晚间也发出书面声明表示 已经代表出向日方表达严重的关切 并且重新钓鱼岛的所有权归属 那么台湾市外部门同时呼吁说 日方切勿采取片面不当的举动 以免对台湾和日本双边关系造成负面的影响 那么这次在整个卷入钓鱼岛的风波当中 我们也来看都有哪些人物可圈可脸 我们来看这位第一位 有位附钓鱼岛视察的所谓的日本议员 他曾经是北大的毕业生 这位众议员议员他叫高一敏 曾在2005年的时候留学北京大学的国际关系学院 获得了硕士学位 当然我们再来看这第二位就著名的石元 石元他其实在四月中旬动身到华盛顿的时候 就放风说 这次我要放几个炸弹 到了华盛顿说了 我们要购买钓鱼岛 那么对此东京视频就说 说用我们的税金去买一个毫不搭借 注意这个形容词 毫不搭借的无人岛 这太离谱了 说估计喝多了 因为他给日本的大多数国民的印象就是说话不靠谱 是大嘴 那么所以说很多的包括东京都政府 他的部下的官员们也是一头雾水 还有人根本没听说过 不要说这个 就是说他最近的 是他的儿子 担任日本最大在野党的自民党干事长的大儿子叫石元 薰晃 他对记者追问也是直晃脑的 老爹有时候说话是有点不靠谱 不可理喻 那么日本驻华大使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的时候 他用原话这么说 说如果石元 他的计划得到执行 那么将给中日关系来来一场极其严重的危机 我们不能让以往数十年的这种努力化为泡影 那么从事了几十年